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雯你真的是很惨 我很惨 你长得一副健健康康的样子 我长得一副很贵气的样子 很贵气的样子 而且很健康的样子 但是其实还蛮多小毛病是不是 我其实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知道我身体的状况 我是天生体质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属于那一种 牡羊座嘛 牡羊座就是什么事情 就是比较大而化之一点 出心大意 然后我又是蛮能忍痛的 那比如说我不像我有一些朋友 有些人的个性比较秀名 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一点点痛 他就要赶快看医生了 一点点怎么样 那我就是觉得 反正痛一下他就过了这样 所以通常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了 那那个事情肯定就是 都大条了 都很大条 然后我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故事 比如说我之前这个 差点要洗肾 然后我有 妇科也不是特别好 我就有这个子宫肌瘤的问题 然后我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是 因为我觉得太累了 整个人的状态太累了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 我的那个免疫系统是大崩溃的 就是一下是低落 一下是过强 所以其实免疫系统不是特别好的 乱跳 对 乱跳 然后所以我其实在三十岁那一年 就是一个大爆发的状态 就大家知道我那个时候都爆发到 我都休息两年了 因为我的医生就说 你这个不休息 我想你大概就是也好不了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很 被强迫关机这样子 被强迫面对自己的生活 对 那我自己 我今天要讲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生病的前传 我妈妈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常常去进香 然后就是如果拜拜的时候 就是说希望我小孩身体健康 平平安这样子 那有一次我妈妈就听人家说 那个彰化的玉皇宫 就一堆妈妈们常常去拜拜 就说玉皇宫很好 对身体健康特别好 身体健康特别好 然后有一个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那个续命的那个法会 续命法会 续命灯的法会 然后就叫我妈妈一定要去 我妈妈回来很开心跟我讲 他是去完我才知道 因为他说他做完那个法会 点完灯 他还有跟妈祖娘娘求 我就说希望保佑我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那因为妈祖娘娘就给他一个醒杯 那老人家就开心 那会他会非常安心 所以他在回程 那个游览车回程 他就打电话跟我讲了 然后后来我就是 那一天就是 我就在房里看去看看看 我就睡着了 然后我睡着之后 我跟你说那个真的是一个 我很毕生难忘的 毕生难忘的经验 怎么说呢 因为我就 我就是很明显的 还觉得客厅有人 就客厅灯是亮的 我都觉得我的死打 还在看电视什么的 可是我就觉得 有人站在我的门外 然后开了门 然后走进来 然后走到我的床边 然后我真的吓一跳 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女性 然后她穿了古装 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 你有时候你在梦中会这样 就是 你知道你在梦里面 然后你会被你自己的梦吓到 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还躺在床上 然后我就看着她 可是因为 因为她那个形象就是太 太像妈祖娘娘 那因为我们对于 妈祖的形象太熟了 白色的吗 对 就是有一个黄 有一个罐 然后很温暖 很温暖的 然后是一个女士这样子 然后我当下真的有一种 很慈祥的光 可是我当下的心情 是有一种觉得说 什么 也是会吓一跳啊 就是现在是怎么样 就是 然后她也看着你这样子 也很温柔 然后我在那当下 就是有一种觉得 而且我还当下真的觉得 我的同学还在看电视 然后她就 她就是 你就觉得她在跟你讲话 可是你没有看她的嘴巴懂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她在跟你说 你要乖 养身体 就是妈妈很担心 这样子你要乖 这样 然后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这样子 你就这样 这样 然后她就消失了 然后消失我惊醒的时候 我就说这是梦 这是梦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么 这么巧的事 那我觉得这就是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 讲了这个事情 那妈妈就开心 妈妈就觉得说 好像冥冥中 真的有来保佑你这样 我跟你说悬的 因为隔天 我其实是有工作的 那我这个人是这样 只要有工作 牡羊就是这样 只要有工作 没有病 没有病的 怎么会有病呢 开心得很这样 可是我那天起来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很累 那个很累 就是你觉得很痠痛 然后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肺也有点不舒服 就是你说不上你有什么病 可是你就整个人 都非常地不舒服 就是很难受这样 那我还是硬撑地 把工作做完 所以我那天回到家 我就跟我室友说 因为我那时候是左边 我那天还觉得 我左边的腰有点 不舒服 我就说 我觉得我一定是扭到了 然后我室友还说 我高中死长还说 不可能 你也没做运动 你也没有打扫 你到底哪里 他说你比如说就是 睡落枕了 或者是你睡姿不好这样 他说那因为我们那时候 住的地方 楼下就是一个按摩的 按摩的 按摩院 然后我死长就 好 去按摩 不要有这么多废话 你就是想去按摩 你就去吧 然后我去了之后 就是大家很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故事 我就是一趴下来 要给阿姨油压 阿姨就说不对劲 阿姨说你这个不能压 她说我左边 因为我们油压 不是得趴着吗 对 她说我左边比右边还高 我左边的小腿 比右边的小腿还肿 她说你明天去看医生 她说你明天去看医生 这样 然后我就说看医生 好 我隔天看医生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我是着实吓一跳 因为我看了这个医生 是肾脏科 就是很专门的这样子 然后我当场 你当时要挑哪一科呢 你要想要挑哪一科 没有 因为阿姨跟我说 你这个应该是肾脏的问题 她说我是肿 然后她也指明 叫我去了一个诊所 那个诊所就是专门看 私立诊所 私人的 她说她看肾脏特别好 然后我就去了 挂号 验血 验尿 什么都做 那医生就说 你得等报告 因为我们这私人诊所很快 我说好 我就等报告 我不夸张 我进去的时候 医生真的跟我说 原来是你 然后我就说怎么了 他就说 你再晚来两个礼拜 你就每天都要来找我洗肾 你想我前一天按摩没法按 你想怎么会严重到要这样 然后我真的跟医生说 你是不是说得有一点夸张 他说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就是真的是这样 然后 所以我从 我那天是非常震惊的 然后我那天回去之后 我就拿了这个 我就拿了这个 裂固醇的药什么 我就开始吃 我就开始吃这个药 然后我就 就好像开始在调理 调理这件事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自己 其实对于那个裂固醇 会过敏 因为也没吃过 没有吃过 也没有过经验 但我有一天 就是在友台的一个节目工作 我们的法令一般都是 往嘴巴外面的外圈长出去 但是有人的法令 会跑到嘴巴里面去 这叫法令入口 法令入口在历史上记载的 不知道多少人 这些人最后都是饿死 或者是中毒 或者是消化性的毛病 结果死掉了 但是如果你 我不知道我自己 其实对于那个裂固醇 会过敏 因为也没吃过 没有吃过 也没有过经验 但我有一天 就是在友台的一个节目工作 然后大家也都这样排排坐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没有怎么样 但是其他人说 就是我们正在录的时候 我就觉得为什么助理 然后还有工作人员 大家都一直盯着我看 我想说怎么一回事呢 然后大家表情也有点 你怎么了这样 我想说我怎么了这样 然后后来我那个结束的时候 助理们就来说 姜文姐你刚刚在干嘛 我说我干嘛了 我干嘛了 就我们这样坐一排我干嘛 他们说我刚刚这样子 但我自己不觉得 我还悠悠地 真的是把那集节目录完了 而且还是一个谈话性节目 我也一字不落的 就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有这样 然后因为这个电视台 刚好旁边有一个蛮大的医院 有名的医院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你去挂急诊 你这个一定有问题这样子 然后我说好 我就去了 那急诊也检查完了 也没事 就真的没有事 然后那个医生 急诊室的医生说 那你有做健检的习惯吗 我说我没有 才二十七八岁还没开始 对 我说没有 他说那不然你排一个健检 因为我没不知道你怎么了 我说好 那就排吧 排 那我就排了 就是隔天要去健检 我跟你说当天晚上 就会陷入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也知道你要健检 可是你知道健检前 就是不能吃东西 不能喝水 不能干嘛 那我这种人的个性 就是很满魄你知道吗 满魄就是说 好像现在也没事了 那这样子有点麻烦 对 很饿 隔天要去吗 还是我们给他拖一下 我们改天再去这样 我就开始想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跟我师长在聊天 然后追着剧 然后我睡着了 我跟你说 他又出现了 就是那个女士 她就出现了 然后这次我不怕了 但是我这次还是有点觉得说 就是要干嘛这样子 然后我就听到她跟我讲说 就是你真的很不好教 就是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然后你真的很不好教这样子 然后她就消失了 然后我做完健检 我后来就是癌症初期 因为我的免疫系统已经是大崩坏了 其实我有一天 我有一天在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 我妈妈就说 她觉得会不会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 如果没有这么强制的 好像就是你就 因为连医生都跟我说 你就是不能工作了 那我觉得我可能就会一直 一直消耗下去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就是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是我的前传 因为我生病的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大家不知道 原来前面有这么 drama的事情 那因为就是这么特别的事情 那后来我跟我妈妈说了之后 我妈妈就说 那也许我们 我其实从那时候开始转念 就是我觉得心存感激 我想我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小孩 然后我妈妈也求了一个 这样子的缘分 其实有时候 因为我这个人挺科学的 我觉得有病 就是大家如果身体有病 我们还是得看医生 当然这个一定 西医也看 中医也看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 该怎么做我们还是怎么做 可是有 因为我自己有生病过的经验 有时候我还是觉得 信念很重要 因为生病的人 有时候特别容易想东想西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有一个 比如说你很相信的信仰 或者是你有一个力量支撑 你说我一定会好 那我觉得很多正面的能量是会 因为我很相信磁场这件事 我觉得你正面你磁场会好 你就会吸引一些 比如说人家说医生也是你的贵人 你的朋友也是你的贵人 这样子 然后在我这些过程里面 我也发现我身边有朋友 他是做这个健检的 他是做专业健检的人 他也在跟我聊说 其实你现在发现你真的是很幸运 因为在事情还没有办法 都还可以办法挽回的时候 同样一个事情 但不同的心情跟不同的看法 对不对 对 有的会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我怎么年轻 我就要得癌症 对 可是另外说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 早早就发现了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人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信念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除了科学之外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信念系统蛮好的 来来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菲菲老师 好 老师您有一个 可以让我们身心健康 合家平安的小觅法 对 我们一般要求平安健康 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就是 妈祖良良 就像前阵子这个妈祖烙境 会有很多的宫庙开始举行 很多的神佛菩萨来初询 烙境 然后祈祝台湾 然后也是为自己祈福 那其实大家可以像家文一样 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法会 那也可以选择在一年当中 只有六到七天的天色日 特别在天色日这一天 可能去为自己做祈福 或多做一些布施或功德 因为天色日是一年当中 六到七天而已 它是所有的吉星 能量最强大的时候 祈求玉皇大帝赦免一些罪孽 因为每一个人会有一些障碍 不管是在财运上 身体上 这些障碍就代表是我们的 因果业力的再现 所以我们可以在天色日这一天 齐齐玉皇大帝来开恩赦罪的意思 那在今年国立六月十五号的天色日 菲菲老师也会亲自到彰化的玉皇宫 去秦法举办 就是五行的续命灯法会 就是你说的那个 对 没有错 而且今年很特别的是 这个续命灯法会 我们会有一些独门的 一些补运 祭改的科医在里面 那我们这一次 祖法的一定是齐齐我们的玉皇大帝 第二个就是马祖娘娘 第三个还有我们的华陀仙师 那第一个首要的我们的科医 第一个会在于禀告我们的书文 我们会禀天告地我们个人的书文 其实在佛法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命由心定 福由心照 就是像其实刚刚嘉雯有提到的 福报很重要 而且信念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把个人的一些 个人的生成八字 你的心愿 我们来直达天庭跟地府 去做一个禀告 那不是只有祈福自己 这一次我们还要祈福 就希望说我们台湾可以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因为最近缺雨 对 第二个呢 我们科医呢 就是要去起点这个五行训命灯 那我们会起起呢 就是南北斗新军作主 因为南北斗 像南斗新军就是六星政法 北斗西军就是七星政法 我们会利用这个新群的这个效应 来点起个人的一个原成 原成很重要 它代表是一个人灵魂的根 就是精气神 那当你的精气神好的时候 你的思维啊 想法 情绪的控管 包括你对待事情的观感 像你刚刚讲的转念很重要 那你就懂得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懂得我要怎么样 明辨是非 然后智慧处事 自然你就可以替自己来 趋吉避凶 逢凶化吉了 那第三个呢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 其实这一次的法会 也是有神机的 也是玉皇大帝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特别呢 就是降价来指示说 他要举办这个法会上面的一些科业上面的交代事宜 那这一个呢 就是说第三个政法 就是会运用呢 玉皇宫特别有一个 十二生肖的这一个 就是他的那个 算授手的政法 然后这个是由玉皇大帝呢 来守护十二生肖的一个健康大运 怎么说呢 因为每个人生肖呢 流年运势都有遇到一些 比如说凶煞心 那这些凶煞心呢 就是能做个化解 我们不能说全部销毁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力因果在 所以可以大化小小化物 去补一个孕 那也跟个人的福报有关系的 那最后一个政法呢 他最主要就是要提醒华陀先师做主 因为华陀先师他算是说 自古以来算是一个慈悲的医学家 医术很高明 所以家里有一些可能对健康的问题者 或者是有的是久病不遇 或长期吃药的 或是长期末病在床的 都可以诚心帮自己或家人 来祈求就是我们的华陀先师 那在法会上面 我们特别会做的是华陀天衣药供 药供会运用呢 就是数十种 就是珍贵的这个药材 我们去做一个火供 因为其实现代人不只是一些大病 有很多的文明病 多多少少都有 或者是我们讲的无明病痛 其实就像自律神经失调 是 免疫力失调 或者是有很多蕁麻疹 它其实也是来自于 自律神经失调的一种 那其实呢 我们就会提醒这个火供 来度化我们人间呢 这108种的烦恼 因为其实呢 我们身心灵上的不平衡 源自于我们的压力 对我们挫折的难关 对 那很 老师在这边要特别建议大家 就是说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如果大家不方便到现场参加的话 没有关系 大家呢可以在线上报名 在法会当天呢 菲菲老师一定会亲自将大家 每一个人的一个名字 生成八字跟心愿来传达 来禀告天庭 那还要提醒大家就是 除了诚心参加法会以外呢 我们在家里每个人呢 也建议大家要修法 所以这次法会老师会跟大家结缘呢 就是这一个解冤忏悔文的卡片 那这是特别跟印字给大家结缘的 希望大家呢 在诚心参加法会以外 在家里一定也要修行 那你只要多做功德布施 其实呢 在面对生活的难关 一定会关关难过关关过的 我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越诚心就会越好运 越努力就会越幸运 那如果你越加油就会越成功 所以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来 接下来黄永福老师 哪些守面相的人 不要太多烦恼 因为你可以逢凶化极 人会被逢凶化极 其实跟你长相有几个部位 非常有关系 例如说第一个你耳朵大 耳朵是代表福气 也代表照顾 耳朵大 而且同时代表他做事情不会张扬 他不会去招惹 主动去招惹人家 慈盈保态 另外你如果看到一个人 慈眉散目 或者下巴 宽厚 这些都是逢凶化极的长相 但是我今天讲的是 比较是特别的长相 就是说先讲一下 我们一个人要逢凶化极 有灾解灾 游难解难 一定要耳朵大 慈眉散目 下巴 宽厚 等等之类 我下面这边是锦上添花 而且都是属于比较特别的长相 但是一旦有了 保证你任何一项 这里面的任何一项 我说一二三四五六 任何一项 一定都是属于 逢凶化极的好长相 是 迹象 好 第一个 我本来就有新天性的心脏病 对 我天生就有 那我发现的时候 第一次发现是在21岁 我晕倒在那个中山北路 跟南京东路口的那个大马路上 太危险了吧 这个 剧情急转直下 就在一切都安顿好 的时候发现老公 得了肝癌莫起 对 我整个都养好的时候 任何一项 这里面的任何一项 我说一二三四五六 任何一项 一定都是属于 逢凶化极的好长相 是 迹象 好 第一个 我是用英字文讲 什么叫英字文 就是因为你有英德做善事 自然你的长相会变化 这个变化就把你的灾难解除过去了 好 第一个英字文是指这一个的 就是弦针生脚 什么叫弦针呢 我们人的两个眉毛之间的正中央 有一条线下来 就叫做弦针文 弦针文这种文很刚强 个性很激烈 一般在古说来讲的话叫做行七克制 是这不好的长相 可是你如果伸脚的话 就是这样有一个这样斜线 伸出来了 岔开来了 就表示你已经化极了 那些坏事就没有了 是哦 为什么伸这个脚呢 就刚讲过你一定是阴智阴智 你做了好事 行善积德 修桥铺路做了什么好事 心中慈善 你就会这个脚长出来 你就会逢凶化极 这是第一种状况 好 第二种状况比较特殊 但是历史上记得 不知道记得多少了 第二种是什么呢 叫做隆入大海 什么叫隆入大海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法令一般都是 往嘴巴外面的外圈 长出去 但是有人的法令 会跑到嘴巴里面去的 是 这叫法令入口 法令入口在历史上记载的 不知道多少人 这些人最后都是饿死 或者是中毒 或者是消化性的毛病 结果死掉了 但是如果你 隆入大海就是说 你的法令纹 法令入嘴巴之后呢 又有这个线纹 又跑出来了 这个下面叫大海 你又跑到大海去了 这时候就解除了 你原来这种长相呢 我们讲 法令入口的人会饿死嘛 但是你又把它长出去 进入大海的话 就没有事了 就是逢凶化极 又逢凶化极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这是蛮特殊的 第三项就比较常看到的 第三项也是讲法令 这叫做 双龙出海 什么叫双龙出海 原来的法令就是法令嘛 但是有人会跑出指纹 变成双法令纹 双法令纹出来了 恭喜你 你这时候呢 也是 如果你那时候遇到什么事情 困难的事情 或者是身体的灾难 会整个的化解了 第四项 第四项大概就是 每个人都会有的啦 第四项是什么呢 看你的手腕 这个手腕这边呢 一般人都有两条线 或三条线 不一定 甚至有点断断续续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一条 两条 三条都好 我的重点是 大概隔一个距离 大概差不多隔两指 或三指的距离的地方呢 又出列了第四条 这条叫做阴德线 是手腕的阴德线 像这个就是了 这一般人都有 老师你给镜头看一下 我们一般这边会有三条嘛 对不对 然后老师说上面下来 隔个两指三指的地方 下面就会有一个第四条 这条也是阴志纹 就表示你做事情 没有像前面那么明显 也表示你做事情 有考虑到人家 是 你有存着好心 这条线你就会出现了 这条线出现 就表示你的处理手腕 本来是招惹人家 会跟人家起冲突的 会有灾难发生也不一定 或者你开车开得很急 没有注意到 你灾难就发生了 那你的这条线的话 应得 自然人家上天保佑 菩萨保佑 让你平平安安的度过 是 好 再一下第五项 第五项是首项看 在我们的首项呢 生命线跟事业线最好不要断 生命线最好是这样子 下来 或者事业线代表事业成功 一直上去 但是万一你中断了 生命线的中断 代表生命可能那时候生病 或者意外灾害 事业线的中断 代表事业的突然出现了 这些挫折 出现了失败 这时候如果有姐妹纹 这个姐妹纹 姐妹纹就是中断的地方 有这个线出现的话 就叫姐妹纹 这姐妹纹就是告诉你 有灾解灾 有难解难 遇难成想 灾难可以度过去 是 另外一种 第六种 叫做交错纹 交错纹也是一样 你生命线本来是不要中断 结果你是用交错的状况 交错的状况表示 你生命还是有问题 可能那时候还是可能会生病 或者什么的事情 但是因为你有交错 还是可以平安度过 那么事业线也是一样 有这个可能 事业工作的灾难 如果你有交错纹的话 交错纹也可以让你解灾 灾难把它度过 所谓的屡险如鱼 好 这些我一共类的六项 都是属于很明显的在身体 因为你后天的变化 通常都是做好事 善心 你会逢凶化吉 有灾解灾 遇难成乡 当然我们一直提到 就是说有病一定要看医生 对 那其实药补不如食补 如果你还没有生病的话 很幸运 但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食补 预防生命治疗 预防生命治疗 然后就讲到说 这个原型食物的煲汤料理 我们今天请到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Loli老师 大家好 各位老师 我们知道说煲汤 像我们 我们台湾的妈妈 其实煮的叫滚水汤 对 我们一般的就是滚水汤 对 可是我们是我们汤 对 就很简单 但是很多香港妈妈做的是 煲汤 利汤 凉汤 对不对 对 然后大家有喝过的人都觉得 哇 香港汤好好喝 但是感觉上学问好大 说那你是台湾女生 我是台湾女生 那你怎么会 说广东汤 广东汤 你是怎么学会的 因为我在那边生活了十多年了 你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 卢木然 然后刚好又有三个香港干妈 很道地的广东人的香港干妈 是 对 然后在刚开始搬过去那边生活的时候 每天就是受三个香港干妈 就是汤的滋养 对 然后不单单是煲汤 还感染他们满满的爱 因为我发现就是说 煲汤 我们看似简单 就是把它东西丢进去 都在那里 然后放到火炉上 包了就好了 对 那 他们虽然只是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我会感到满满的爱 因为他们包一锅汤给你 他们第一个要观察天气 第二个观察你的身体的变化 你身体的状况 那我就是每天就是耳濡目染 然后看三个妈妈 每天就是看我身体的变化 再加上尤其是我那时候 刚搬过去的时候 因为皮肤很差 三个干妈看到我就说 怎么一个漂漂亮亮 五官鼻底的女生把自己养成这样子 他们不能接受 所以他们好好的再把你养了一次 对 真的好好的再把我养了一次 所以老公带你去香港发展的时候 一切 哇 你们 你说好 前面 你在台湾跟上海都是做媒体 对 后来发现自己累倒了 身体不行了 应该讲说 我本来就有咸天性的心脏病 对 我天生就有 那我发现的时候 第一次发现是在21岁 我晕倒在那个中山北路跟南京东路口的 那个大马路上 太危险了吧 这个 后来我到上海 开始 我可能开会开一开 我就砰 倒下去了 突然的 突然的 这个好危险 但这距离第一次已经大概又有五六年了 对 其实都是警区 对啊 对 而且他这个很危急 你这个是很危急 所以 那这个有没有让你有警觉 你该怎么面对你的身体健康 那时候也没有 就觉得可能是吃不够 你好 我们是同一组 那个时候也还没有 我们是同一组 这也是满陪的一组 就觉得说应该也没那么严重 我最后一次晕倒的时候 是在上海的东方电视台 然后我去开会 刚好去提案 然后开会 就开会前我去了一趟厕所 你在厕所连到 我昏倒了 对 但因为后来我也不醒了 是 我醒过来 我又是在医院 然后我老公过来 那时候我老公是 就是很生气 而且脸色有点临重 结果后来得知是 原来我去了厕所 人家找我 找好久没找到 后来去厕所找到我 那听说我是一三不整 我连裤子都还没有拉起来的状况下 就昏倒了 所以我到底上了没有 我也搞不清楚 你去尿尿 坐在马桶上 然后就忽然就 就昏倒在厕所里面 我就在那一次之后 我出院 我大概三个月 我们就搬到香港去了 就开始认真地面对 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没有 但是老公有 是老公有 对 老公觉得他不能再让我这样 因为他不能接受 第一个他的老婆在外面 是这样子的道 而且是他不在身边 剧情急转直下 就在一切都安顿好的时候 我发现老公得了肝癌末期 对 我整个都养好的时候 他画了漫画 叫我第一打给谁 二打给谁 第一部 第二部 SOP都给他吧 对 哎呦我的妈呀 因为他知道我一定就是茫然 不知所措 什么都不会 剧情急转直下 就在一切都安顿好的时候 发现老公得了肝癌末期 对 我整个都养好的时候 你都养好的时候 对 老公几岁那时候 他总的时候45岁 我35岁 很年轻 怎么会这样 说一开始他还不敢告诉你 对 好不好意思 没事 是说他虽然 都已经确定是肝癌末期了 但他还是非常的疼爱你跟宠爱你 然后在他还能够表达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后面的事情 他都会先帮你安排好 对 我应该说我这辈子遇到他 我就蛮幸运的 就是 第一个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人生的智慧 对 包括我今天可以那么勇敢活到现在 我觉得是因为他给我满满的爱 然后我有这个动力 可以继续往人生看上去 然后他真的就是属于 他生病了 他没有把自己当病人看待 只是说他生病了 他就告诉自己 他要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来活 所以他更珍惜每一个当下 然后他的那个珍惜的方式就是 他很努力教导我怎么样 要开始独立的生活 他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 对 他的焦点不是摆在他自己身上 是 对那就是我从认识他到他离开 我很幸运就是 我这辈子可以遇到一个这么宠爱我 真的是把我放在手心里面疼 然后教会我很多很多人情世故 所以最后这段时间 就是换你在照顾他了 对 可是看上去看起来像我在照顾他 事实上我其实还是被他照顾 他的眼神没有一天是离开我的 但是太震撼了 我觉得你当下一定会有一种觉得怎么会这样 就是应该是我 对吗 因为你觉得自己身体这么差 应该是我 怎么是你 对 而且他就是 他不管对社会 对家庭 对任何的朋友 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最有贡献的人 因为他真的是他有一个智慧的一个人 所以 对啊 但是这么年纪这么轻得到肝癌末期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也同时开始 除了帮他调理身体啊 照顾他的时候 你也下定决心研究 跟癌症相关的一切 你去 然后你还去学了营养学 学了中医 中医医学 还学了癌症术后调理 对 好棒 一旦人生病了 其实身边很多的贵人 亲朋好友 甚至商业界的朋友都会出来 想帮我们 对 那那时候我听到很多 比如说不管是他要介绍 好的医师啊 甚至要我们去日本 新加坡求医的都有 然后大师 密医 偏方 我真的什么都遇到过 各种方法 那我老公那时候 他就是只相信西医 他只相信科学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我其实那个时候的我 我什么都想相信 可是当每个人 今天这个他跟我讲 明天换你跟我讲 后天换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开始茫然 而且我会有压力 我会变成 好像我听你的也不是 我听他的我也有 就是对他可能 而且我如果不听你的 对 到后面好像也怪我 对 会遗憾了 对 会遗憾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想 我老公只有一个 我不想拿我老公当实验品 所以我决定就是靠自己 然后我就那时候 跟我老公讲说 曾经我可以用食疗 调理过我自己的身体 今天我们也重新来 正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饮食 对 然后我们再从头来过 我们试试看 所以我就去上课 我就想说 那时候就刚好 也是朋友有介绍一些好的老师 去上一些生活营养学 然后也跟一个香港的老中医师 我也很感谢他还愿意收我 对 然后我跟他学炒药 对 然后香料这些 对 然后我就把我所学 开始运用在我的生活饮食上面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调理我的老公 所以老公过世前你们很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是 而且我很开心的是这三年他从得知病到 本来应该医生是宣判剩两个月 对 后来是三年离开 但这三年我们过的是非常有品质的生活 我们照常工作 然后我们还是照常出国旅行什么都可以 可是但讲起来 你们都那么年轻 所以老公刚过世的时候 你也很难调试了 太难了 我调试了 如果要认真讲的话大概两年吧 也不能接受 是逼自己接受 那这两年我也很感谢我的气功老师 因为我真的是透过气功 然后在就是靠自己修炼 修行 所谓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对 重新检视自己 所以老公走得也很洒脱是不是 他就说我走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开那个抽屉 他才突然跟我讲 对 那个抽屉是平常真的我不会去开的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就这样讲 然后我也就听听我不惊 因为我从来不想接受他要走这件事情 对 那他就一直要提醒我 一直提醒我 然后后来到他走的那天晚上 然后我其实当下我不知道 因为真的整个家 只有我跟他两个人而已 在家里 在家里走的 对 他走得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接下来我要干吗 我要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走了 然后后来我就 你说在家里的什么情况下他走的 其实他是晕倒 他倒了 然后我睡着了 我没有 因为其实后面三个月他比较 整个比较虚弱的时候 我的手机是每两个小时会响一次 两个小时响一次 所以后面我也没有睡好 那那两个小时响一次 就是要帮他量血汤 如果他血汤太低 我要帮他打葡萄汤 要确定他的状况 对 免得他陷入肝 昏迷啊什么的 对 所以然后那一次就是 其实我手机响了 那他就说他要去上厕所 那我就想说先量一下他 他就说不用 他OK 他说他上完厕所出来再量 然后我就看他一个人 自己走去厕所也走得好好的 对 那他就进了厕所 然后我不小心我就睡着了 我就坐在床边等他 然后我就睡着了 然后讲到这个也很奇怪 你知道我就真的是睡着了 然后我突然听到 其实整个家真的只有我跟他两个人而已 可是我听到一个铃铛你知道吗 在我耳朵旁边 叮叮一声很大声 我是吓醒的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铃铛从哪 结果呢 因为我们家没有人 就你吓醒的时候 然后我整个吓醒的时候 然后我还往这边看 因为铃铛是在我这边 然后我就往这边看 然后没有人 然后看他还在厕所 因为厕所灯是亮 但你不知道你睡多久了 我不知道 结果呢 然后我就冲进去 他已经就是趴在地上 然后我还看到A马桶有便便 他大碗他也擦干净了 他只是还没冲 然后他就倒在那边 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他会不会陷入干昏迷 因为我还没打葡萄糖嘛 我还没量他血糖 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想 我就先叫他 然后他没有反应 那我也没有多想 我就先去拿葡萄糖 我准备要帮他打 结果我打不进去 我还发现不对劲 对 然后对 然后当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 你才发现 你才在想之后 他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对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我觉得这个超难的 老公在最后的阶段 常常会提醒你说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要把那个抽屉打开 我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交给你 结果你一直也不去面对 那这一天终于发生了 家里面堆得像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说垃圾 这就卖衣服一样的 每天一大堆回到家就堆那里 连整理都不整理 你想想 我这个家里 你摆到这么多 这么乱 连整齐 连脚踩的地方都没有 你的老婆扫下去 是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在一个居家环境里面 就太多杂乱 一定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 老公在最后的阶段 常常会提醒你说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要把那个抽屉打开 我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交给你 结果你一直也不去面对 那这一天终于发生了 后来我才想要说 他一直找我去开那个抽屉 就我去打开 他都安排好了 对 他安排了什么 就是他画了漫画 叫我第一打给谁 二打给谁 第一部 第二部 SOP都给他吧 对 我的妈呀 因为他知道我一定就是茫然 不知所措 什么都不会 对 是 哇 那我就照他上面就是打电话 然后联络谁啊 反正就是照他 然后他用很幽默的 那个漫画的方式去画去做 然后我就先照着做 然后结果就真的该出现的人 就通通都出现了 他想回台湾 他 结果说 就他漫画上面话说他要撒 然后我跟他最常 回台湾去度假的地方 就是肯定后必活 然后我们会在那边骑水汤摩车 结果我到那边 还真的有水汤摩车来迎接我 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惊喜 我不晓得他怎么安排 我真的就只是打电话 对 你处理完老公的后事之后 你就又回香港去工作 但问题 接他的事业 你的身体呢 那时候就没有多想 我只想要就是 赶快工作 就是填满我的 是 对 我不想要有让我空下来 闲下来 又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又忘记照顾自己 就是真的 后来我就是有一次 因为我在香港我们做 转行做食品贸易 那就是在我们有一次去福州 参展 去做食品展 我在展览会上倒下来 已经很久久违地晕倒 我在食品展览上面 让你再一次地面对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健康 对 那所以你做了什么决定呢 放下所有的工作回台湾 从头开始先休息 休息之后怎么会想到 要做这个煲汤的工作 应该想说我回到台湾来 那就是回来之后 身边很多朋友就常常来看我 来陪伴我 那我每天都还是照样日常的 就是我的生活饮食 那我的生活饮食日常 就是我每天一定会煲汤 那每个朋友来家里 已经跟三个香港干妈学了 对 就耳濡不然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 先生化疗的那三年 我特别重视煲汤这件事情 他可能食欲没那么好的时候 吃不下 怎么用吃了 汤很重要 对 我的汤对他来讲就很重要 因为能够帮他补充 蛋白质胺基酸 对 那些矿物质微量元素 所以那时候我的汤料 我是很努力在研究食材 对 炒药这件事情 对 是这样 来 我们既然这样 这对年轻的小夫妻 这个身体都这么需要照顾 我们问一下我们风水大师 陈冠宇老师 哪些不良的风水格局 其实要小心 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不良风水 其实上我们要研究一个环境 会影响我们的风水上 一定要从内以外去兼顾 屋内杂乱 或是明堂建到杂乱的载物 我们看从这个图来看 这上土 这一半是上土 上土这样 你看他在这里摆了多少张的 你家里面堆得像 乱七八糟这样 缩垃圾 这就卖衣服一样的 每天一大堆 回到家就堆那里 连整理都不整理 你看他这个家里面 都是回缩的 外面人家丢掉他不要 他又捡回家了 一看这个家里面 你想想 我这个家里面摆到这么多 这么乱 连整齐 连脚踩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 你的老婆扫下去是什么情形 另外就是外在环境 别人的环境 我住在这里 我看出去的名堂 名堂就是我看出去的一切 地方 所以比如说台湾很多收集回缩厂 支援回缩厂 当然你住家的环境 那个环境住家 刚好对面是人家的回缩厂 你想想 回缩厂 不管铁条什么 这个杂物 什么堆一堆烂冰箱 旧冰箱 旧电视 甚至于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我们的纸箱 丢一堆都在那里 每天住在这里 都往那边看的时候 你身体会这样 不可能 世界扫描进来 全部是张乱的东西 那种气场就引导了 你的血液循环就跟着一直震荡 四神经扫描进去以后 在血液循环里面它就是有震破 那这种周围环境的一草一木 就是一种能量 所以这种能量 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 所有的新陈代谢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住家环境要看出去 能够像 看了大安森林公园 看了山 那个山的树木很温和 感觉的氧量很充足 你感觉就舒服 自然就没有冰照 所以住家环境 你一定要整理 第二个我们可以介绍的是 屋后公墓林立之宅物 在台湾有很多 公墓 有一些地 每个乡镇村都会有一个公墓 那个公墓旁边都还是有住人 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你看 这边遼路 这边是住家 这样子 这边是人家的住宅房子 这边 这边全部是人家的公墓 是 你想想 公墓在你周围 以前可以还土葬 棺木葬的时候 几乎好日子都能抬棺材进来 轻轻轻轻轻轻轻的进来了 你的那种感觉感官就不好 你虽然习惯他了 但是那阴下哭哭啼啼进来之后 敲到那种声音就是悲伤 那种悲伤的气在你老婆里面 在学育循环里面再循环 就是有悲伤的气 那心理压力好大 是 所以我们在环境当中 你住在这坟墓旁边 这些阴气一直吵杂下来 那骨头的磷子上来之后 是一种阴质量的能量 阴的能量当中 它就是一种负的能量 负能量当时你每天进出 来到回到这个家 你的房子盖在这里 这一股气就会跟房子产生对应 房子产生对应 住在这附近的房子 就会比较失能 气温就比较失能 你觉得我们家很热不会 那你有服务的时候 到晚上你就不要冷 白天很热 晚上就很凉 我常比喻他们就是 像住在南非一样的 不用装冷气的 白天很热 没办法呆 但是晚上的时候 整个都冷下来 所以住在这种公墓 林立的环境当中的 健康一定会受影响 房子的周围环境 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 给各位做参考 好 谢谢老师 来接下埃菲老师 给我们塔罗占占卜 我们要占卜的是 2021年我会有好的健康运吗 好 我们来做一下 这个塔罗牌测试 那么今天有五张塔罗牌 分别是12345 都没有透露出任何讯息 请观众朋友还有来宾 凭你的第一直觉做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 我的健康运会不会很好 好 来请菲菲老师 好 3号 好 我也是选3号 3号 好 1号 好 1号 5号 好 4号 好 好 那我2号 好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选到3号的 3号的是我们的菲菲老师 还有观众朋友 她是一个月亮牌 是塔罗牌当中的月亮牌 提醒你要注意情绪 小心忧郁 好运指数有70分 整体来讲 这是一个叮咛跟提醒的状况 那么不管你生活当中 是处在哪一个生活阶段 每天都还是要关照一下 我们内心里面 在今天的负能量跟负面情绪 有没有适度地把它排除 如果是说你不懂得去排除 生活当中的一点点的负面情绪的话 日积月累下来 有可能会变成忧郁的现象 所以选到这张牌的朋友 他其实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叮咛跟提醒 叫大家的每天晚上在睡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排除 内心忧郁的一个现象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还不错 再来我们看一下选到四号牌的 选到四号牌的是我们的这个 沈老师以及观众朋友 如果说选到四号牌的话 来 它是一个愚人牌 那么代表是上下楼梯要小心跌倒 好运指数是60分 这也是一个叮咛啦 观众朋友注意一下这个上下楼梯的问题 那么避免跌倒 避免半倒 避免身体造成一些更多的一些麻烦 所以它是一个叮咛 那么只要注意就能够化解 再来我们看一下如果说选到这个一号牌的 一号牌是这个 是嘉文选到的一号牌 是一个叫中牌 不错 行运指数有80分 就建议选到一号牌的朋友 可以安排一个见检 排除一些疑虑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见检呢 其实我们现在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其实每年都还要抽出一天的时间 来做一个健康检查 这就是一个今年要提醒大家 又要去定期去做健康检查的提醒 你只要安排这个见检 不管这个见检的这个金额是大的 金额还是这个中等的金额 还是这种初量级的都很好 那么整体来讲呢 你去做一个检查以后呢 就是排除你的疑虑 那么你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这个好运指数有80分 再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选到的是这个五号牌 五号牌是我们黄老师 跟观众朋友如果选到五号牌 不错 是黄后牌 好运指数有90分 它代表是身心的和谐 美好的时刻 所以整体来讲 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身心 心灵 健康 各方面都非常的愉快 非常的这个 完好无缺 都是非常的完美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的健康运会越来越好 请大家坚持跟努力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选到二号牌 二号牌是我们谁选到的 是赌灵哥选到的 跟观众朋友二号牌的健康运 看看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恭喜 是太阳牌 是饮食的均衡 快乐又健康 所以选到二号牌的朋友 你的健康运在2021年会非常好 由于你懂得饮食均衡的调养 所以我们相信 赌灵哥吃得非常健康 也是会选择全食物 也是会选择营养食物 所以整体来讲 好运指数就是可以期待的 是一百分 恭喜 谢谢老师 来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喝汤 你说煲汤的时候 切勿搅拌 对 不要在那里 我们是好奇这样 所以肉会柴 然后食材会软烂就是这样 因为你空气会进去 那相对它也会一直挥发 它营养价值就会流失 所以尽量不要开盖子 不要开盖子也不能搅拌 欢迎回来命好玩 来 今天听了这么多故事 我们知道真的是 要补不如食补 那当然我们用靠吃 其实汤是更容易消化跟直接的 对 时间吸收 蛋白质 对 胺基酸 胺基酸什么这些都在里面 那当然每个时节 每个时序不一样 夏天就有夏天比较适合喝的汤 对 你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介绍这一道 是夏天适合喝的汤 里面包含什么 主要是去湿 去湿 对 让你们可以去湿 因为台湾的夏天是非常湿 而且是湿气最重的一个季节 对 都会缩在你身体里面 对 所以里面是 黑白豆冬瓜排骨糖 有黑白豆 那白豆其实用的就是艺人跟米豆 米豆我没有听过 梅豆 梅豆 眉毛 那梅豆 有一个豆子长得像黄豆一样 然后上面有一大黑的像眉毛 对 梅豆 艺人 黑豆 黑豆可以养肝肾 黑豆养肝肾 又可以排斥 然后玉米 红萝卜 冬瓜 冬瓜 在这儿 怎么没有肉 因为我用的是非常大的大锅 所以我骨头就把它捞掉了 就不放在这里了 精华已经在汤了 对 但是很清爽 那说这道汤需要煲多久 我煲了三个小时 对 就是喝到蛮蛮的精华 而且你其实我喝的是蛮甜的 我也觉得 它是食物的甜在里面 它是食物的甜 你盐只放一点点 对 我只放了盐巴提味 然后我所有的食材都是带皮 其实包括你看红萝卜 也是带皮 对 我正想问为什么要带皮 不是妈妈懒惰 营亚价值大部分都在皮上 真的 冬瓜也是 所以你现在把 你可以吃吃看红萝卜跟冬瓜 对 比你平常吃的还甜 对 因为它的味道是完完整整的出来 对 是 哇 这个养生 而且这个是适合所有的 不管老人小孩都可以的 都适合 然后讲到说煲汤的制作 我们有几个重点 你说煲汤的时候切勿搅拌 不要在那里拉 我们是好奇这样 所以肉会柴 然后食材会软烂就是这样 因为你空气会进去 那相对它也会一直挥发 它营养价值就会流失 所以尽量不要开盖子 不要开盖子也不能搅拌 然后一般大概就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看食材 那因为今天我量包的比较多 所以我给它多了一个小时 那平常大概一到两个小时 就差不多了 就小小的火 对 我从人讲的老火汤老火汤 就是那个小火 剩下竹心的那个火 对 就是它煮滚了之后就剩下那个火 煮滚之后盖上盖子就转 转到底剩竹心的那个火 让它慢慢的 慢慢的 对 一点点 一点点 对 然后另外吃饭前先喝汤 对 这是保护肠胃最好的方法 真的吗 有 台湾人肚子都不好消下去 对 因为我们都是饭后才喝汤 那你饭后 饱足饭后 你食物还在胃 胃它在分泌 胃酸要帮你分解食物 让你大小肠可以吸收到营养 那它还没有完全分解的时候 你就喝了汤汤水水进去 那你就冲淡它的胃酸 所以你食物完全没有被分解 容易有树变啊 脂肪堆积等等 这个问题 先喝汤就会少吃淀粉 对 对 先喝汤就会少吃淀粉 对 很棒 来 第三 一次喝不完保存的时候 汤跟料要分开啊 因为汤料分开 因为你料一直泡在汤水里面 其实它还会继续氧化 那第一个会影响你汤水的品质 你煲了那么久 你汤水它的质感在这里 那你越泡着它一直养花 它汤水品质也会影响 对 那万一食材有腐坏的话 你汤水也腐坏了 然后另外讲一讲 说煲汤是料理 不是补药 煲汤可能会放一些药材 一些中药材 对 放一些中药材 那事实上它其实是一个很平性 很温和的 它也算是食材的一种 比如说枸杞啊 红枣啊 只是因为它被放在中药行里面 大家都以为它是药材 其实它也是食材 广东妈妈 香港妈妈 她们这个煲汤的学问很大 有时候我们一下忽然想学 仨没 你知道现在还很方便 都会这样一包一包的 整包调好的是不是 对啊 我的官网上面就买得到 这个很好 而且我是依照季节 依照时令 我会退出适合的汤品 就很简单 跟我们泡面是一样的 对 有这个 然后加一点肉骨头 对 加多少水 它一定要SOP 准备我们照做的 是 就可以了 对 很棒 谢谢 谢谢为我们介绍这一套 那我们另外 我们赶快问一下 我们这个陈冠宁老师 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让我们运势变好 可以的 让我们运势变好的风水摆设 其实很简单 你希望你的运势 要赶快改变的时候 第一个介绍给各位的 就是客厅或是玄关摆设有 堆积如山连迁图 什么叫堆积如山连迁图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像一座山 对 那这个是硬币的图腾 钱币的图腾 对 所以钱币的图腾 你可以用各种雕塑 像古铜币的圆形 画也可以吗 画也可以 像这个是用石头雕的 像古铜链 或是你拿了古铜链 也可以摆出来 把它摆成一个山形 是 小的到大的 大的到小的 像一座山 摆在你玄关 摆在你客厅 免得回到家 就可以把它导引进去 事实上这就是什么 风水就是一种异象导引 我们希望用异象的导引 来把我们的气场改变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那个运势赶快变好 自然就会变好运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的时候 宰屋前名堂种植 有步步高升的粒组 房子在这里 对 它的前面看出来 它这个房子是 右边种了一排绿组 所以从这个绿组 绿组当中我们就知道说 它本身就是一种 出氧量 氧能量最高的东西 植物就是竹子 所以竹子 你从这个图来看 你看这个竹子这么茂盛 它突出的氧 就很高 那氧量很高的时候 那个我们竹子又叫做步步高升 竹节高风量节 所以就可以代表 我们这个人的气质会提升 从你自己内心世界 经有周围环境的能量 来改变你的思想 相信你的运势很快就会改变 就会变好 所以你要 我们希望说 我们运势要变好的 风十百元很简单 我这都市房子 我没办法去种一排组织 怎么办 可以去买那个盆栽 是 现在在台北像建国花式 他们都有盆栽的绿组 是 小小的很好看 你又买一排给它 种在你的阳台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这些风水摆设 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转念 转念就会转运 对不对 我们问一下嘉文 当然你现在 已经有在养生 调理自己的健康之外 说你现在也常常在关心 说现在的大环境不好 你也在想怎么样可以转变 然后找到自己新的出路 因为前阵子有跟大家分享 我爸是做水果批发的 对啊 好厉害 水果批发 当时想说附加千金 没有没有没有 我刚才在跟篤林哥说 我们俩就只是天生长得比较贵气 但其实我们是很接地气的小孩 那我当时 我爸爸做水果批发做了一辈子 其实水果批发是很接近世界脉动 市场脉动的一个工作嘛 对 然后我当时的起心动念只是觉得说 爸爸年纪大了 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的位子 一辈子的摊子 一辈子的牌子 如果他哪一天就是他说不做了 我自己觉得舍不得啦 然后他也觉得舍不得 因为他总觉得这种辛苦嘛 可是我自己进去之后 我觉得全世界现在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所有的产业都在更新的阶段 都在变化 其实他们批发业也是 以前像这样子的输果批发 基本上是很好的 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嘛 资讯也不方便 但现在资讯很方便 交通很方便 现在有各种销售的方法 所以 我可以上网买 对 我可以跟产地买 对吗 我可以在超市买 是 我有很多的这个管道的时候 我觉得也就是这个产业是 它也需要更新的时候 所以我就觉得 不更新就没落了 不更新就没落了 所以我当时进去的时候 纯粹只是想要保存这个品牌 可是等到我真的研究之后 我就觉得跟各行各业一样 其实我们娱乐产业也是一样 所有的基础都到了一个 要更新的时候 所以如果不更新 大概就是留在现在这个位置 是 让我们知道 最好最好最高的苹果 可能我们都 水果我们可能都没有见过 对 会是长怎么样 或者是什么味道 其实即使我在这个领域里面 还是有很多我没见过的 甚至有这种非常顶级的 水果它根本不在市面上的 什么水果 不管是比如说草莓 不管是葡萄 樱桃也是 樱桃它根本不用在市面上 樱桃像棒球这么大 没有预定 对 那就是一个 我没有听 我跟你说 因为它根本不会 因为它根本不会来到市场 对 它不会到市场 就是 因为以前做食品贸易有加 这个是我的 那这个收了就是我的了 那就不用进市场 草莓都是冬天嘛 我去年冬天看过 有史以来看过最大的草莓 白色的 就长我的拳头那么大 好多 好不好吃 很好吃 而且它的包装是非常精致的 这样子一颗草莓 差不多就是1680 1980吧 一颗 一颗1680 那你还不一定买得到呢 对 它定光了 你还不一定买得到 定光了 而且都是要前一年 对 甚至前两年就要定 你不可能买得到 有这种东西 有这种东西 去年看到那个草莓的时候 人家给我吃 长辈就说这个给你 然后我知道完之后 我没吃它 我放了两天 我一直看它 我真的一直看它 穷命 而且那个长辈还跟我说 我们真的穷人才会做这种事情 一直看 阿贝最疼你了 这一颗阿贝特别留给你的 我跟你说我两天都没吃 我一直看它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他长辈也太漂亮了 他包装也太漂亮了 哇 好有趣 所以你现在就想要自创品牌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各个行业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得要在 这个原有的基础里面 找出一个新的出路 是 各个行业都是一样的 解决这个问题 一旦我能够获得成功 那种喜悦 那一种自信 那一种成就 能够消弭这个在各种的考验 它内心里面有很强大的使命感 就是我渴望成功 我渴望成功 而且我真的很渴望成功 所以他不怕吃苦 来来来 艾菲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总是能够突破难关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星座图板 总是能够突破难关的星座 很重要 请观众朋友参考 太阳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如果你有幸运上榜的话 不管你现在生活当中 面临什么样的难关 你都能够顺利的去突破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摩羯座的朋友的话 你总是能够突破难关 因为摩羯座它有一种个性 就是渴望成功 不怕吃苦 那么困难难关 其实就是一种很痛苦的考验 也可能是一种压力 也可能是一种这种 伴随着挫折的一种过程 但是对于摩羯座的朋友来讲 他是在这个挫折面前 他更渴望的是成功 他在挫折面前或在压力面前 他已经看到的是说 如果我能够坚持下去 我能够突破这个困难 或者是说我能够有耐心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旦我能够获得成功 那种喜悦 那一种自信 那一种成就 能够消弭这个在各种的考验 所以对于摩羯座的朋友来讲 他是一个可以突破困难的星座 的原因是因为他内心里面 有很强大的使命感 就是我渴望成功 我渴望成功 而且我真的很渴望成功 所以他不怕吃苦 再来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如果是 水瓶座的话 总是能够突破各种考验 我们LOLI的太阳星座 就是水瓶座 那么能够突破难关 突破考验的水瓶座 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特质呢 是一种研究分析的一种特质 而且他不断地去尝试 比如说刚刚LOLI他提到 就是说他在先生生病的这个过程 他为了爱 为了要照顾 然后为了陪伴 所以不断地去研究 不断地去 就是自己愿意下苦工去学习 而不只是 不只是别人跟你讲 你就道听 道听途说 或者说很多偏方 很多一些这种别人的好心的建议 你就胡乱收集 你并不是的 你是反而能够去用心去研究 那这种出发点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爱的出发点 或者是说我是要为了照服人 照服关心我的人的这份出发点 所以他愿意去研究 那你只要愿意去研究分析 你就能够进步 你虽然会在研究分析的过程里面遇到挫折或遇到瓶颈 但最可贵的是你一旦得到了知识 得到了经验以后呢 那么呢你就能够累积出 哦 原来什么东西是对大家都好的 或者是说每一种人呢 适合各种不同的东西 他其实是有一些可以被细分出来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这个种类 那么这个部分都是来自于水瓶座 他自己愿意去下骨弓 所以他突破了困难 那不断的尝试 那最后呢一定能够得到一个 对大家都有帮助的一个知识 所以水瓶座呢 不管是做医生啦 做研究员啦 或者是做一些食疗专家 或者说做一些科技的这个研发人员 其实都非常不错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哥上升星座 总能够突破困难的星座呢 就是牡羊座 我们家文 老师也是 是 牡羊座是不是就像他讲 痛的时候他也很能忍 苦的时候他也不觉得苦 他也很能忍 是 因为这跟牡羊座有点神经大条有关 但是呢他还是能够突破困难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了 意志很坚定 而且呢他的这个爆发力非常强 这个意志坚定就是说 人家说这个打不死的蟑螂 或者是九命怪猫 就是说你只要还有一口气 你还有一个信念的话 那么这个意志力就能够坚持着 让你去突破这个困难跟考验 所带来的种种的压力跟折磨 那么对牡羊座朋友来讲 他其实很相信一个信念 就是说 我可以 我办得到 我只要还活着 那么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或者说我是非常尊贵 我是非常有意志力的东西 这个我只要不要被打倒 或不要自己先消失的话 那么这一份自信 他一定能够帮助他们 克服各种的困难 因为牡羊座他的爆发力 其实是可以被期待的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 牡羊座 水瓶座以及牡羊座 都是能够突破困难的星座 给他做参考 好 谢谢老师 来 我们接下来请黄文文老师 给我们测试占谱 我们今天要测试 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边最有福气 好 今天我们有在谈这个小秘法 是 就是这个点灯天寿 是 那补运保平安 好 我们就用这四个字来做字面 点灯天寿 从这四个字里面选一字来测试看看 那请现场贵宾 老师 还有观众朋友 请你选一个字来测试看看 我在未来一个月我在哪边最有福气 老师 我要选那个点 点 点 好像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爱 点 对 我也是选点 你也选点 很多人 你也选点 我选灯 灯 那我来 老黑啊 点瘦吧 是 加码这个灯 一展明灯 好 我选天 好 现场多人选了 好 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选好了 我们看一下你未来一个月在哪边 最有福气 我们从前往后揭晓 这个点注意看一下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月黑风高 孤暂中消 这里是黑嘛 你看 月黑风高的黑 这个一个人自己在那边站立 你看多孤单 很抱歉 抱歉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其实看一下灯 灯是 只有暂时没有 30分钟没有 没关系 30分钟之后可以重测一次 我不怕 好 这个灯是菲菲老师 跟艾菲菲老师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选这个灯的话 答案是 事业火红 熔灯榜首 好 这边火红的红 这边是灯 所以当然是工作方面 最天 最有福气 是 90分 好 其次天 天是朵琳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 一直选天的话 答案是 两情相目 甜欲爱和 这是关于感情方面的 80分 好 最后我们是老人家选 老人家选瘦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选瘦的话 答案是 运筹帷幄 理财专业 当然赚了很多的钱 是理财方面 100分 恭喜 恭喜 谢谢老师 来这边跟大家推荐 我们这个新书 原型食物的煲汤料理 谢谢LONI老师 推荐给大家 这个养生 其实慢慢做慢慢做 最后就很容易 不用看书 自己就会了 对 对不对 好 来 另外想跟大家分享 想了解我们这个 续命灯的法会的观众朋友 欢迎上面 好玩的脸书官方粉丝页 来查询 让我们一起 身心健康 和虾平安 谢谢老师 谢谢董灵哥 谢谢来宾 感谢你们的收看 健康加油 拜拜 拜拜